3月20號是中國傳統節氣中的春分 象徵將進入春暖花開的季節 不過中國多個省份卻遭遇了極端天氣 北方降雪 南方則是大風降雨加上冰雹 而從17號到19號 中國中部 新南部的貴州省廣西省已經先後遭遇冰雹的襲擊 中國北方 春分日迎來了矮矮白雪 內蒙古中部 河北北部 北京 天津等地19號開始先後降下春雪 其中北京降雪量最大 局部地區暴雪 20號 茫茫白雪已覆蓋了北京城 雪厚的北京也終於迎來了久違的好空氣 久經霧霾困擾的北京市民紛紛外出 用相機定格下這一刻 北京城這三個月來 終於看到這少見的視線如此清晰的美景 空氣好了 就心情一下就好了很多 對 就剛剛下豪雪以後空氣挺好 但現在已經有開始 又有一點那個霧霾的感覺了 但所以我開心也只是一小會兒 不過 至少北京享受了這短暫的美景 因為在同一天 華中華南地區則沒有那麼幸運 中國中部的湖南省稻縣 20號凌晨刮起了最高風速11級的暴風 這是道線氣象戰自有記錄以來的最高記錄 全城有70%的建築受災 撿移民房和公棚大面積倒塌 多處高壓電感鐵塔被吹倒 全城因斷電陷入一片黑暗中 風災已經造成至少3人死亡 30人受傷 11萬人受災 20號下午 八級大風又吹入中國南部的廣東省境內 大雨帶來短時強降雨 突如其來的 還有一場在廣東地區百年罕見的冰雹 在廣東東莞 如同硬幣大小的冰雹 噼哩啪啦密集地扎向地面 一些剛剛開花的荔枝樹被狂風冰雹夭折 簡易防射被砸塌 東莞地區有8人在災難中喪生 另有2人重傷 134人重傷 20號 狂風冰雹還先後造訪了廣東 廣州 珠海 中山等多個地區 而這樣的氣象災害 目前仍未告一段落 據廣東東莞氣象臺預測 未來幾天還有可能降下冰雹 新唐人記者林瀾綜合報導